中兴经纬报道 5月17日 效果文化在北京上海等地被要求演出暂停 罚款金额超千万 效果出事后 多脱口秀从业者刘洋也在反思整个行业的问题 进这行太容易了 能出生就能干这事 门槛越来越低 说不好听的脱口秀有什么难的 连身衣服都没有 向上还得穿大褂呢 他认为过低的阻入门槛是脱口秀行业乱象频发的原因 频发的原因 没人交给他们易得 没有人告诉他们什么叫做衣食父母 跟当年的直播行业一样 有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 这种说法当然不对了 当官的门槛低吗 在5月17日 效果文化发布的声明中称 对于这次不管是马呀 还是耗死啊 所引发的这个恶劣社会影响 今天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做出严肃的处罚 由于我们在思想上存在侥幸心理 在管理上存在着重大的漏洞 所以说这个侥幸心理变成他们热议的一个问题了 以此推断呢 他就知道他们在干坏事 所以说呢 他这个总想侥幸逃过被制裁 不管是热爱家头的或者热爱老胡的 不管是家头本身还是这个老胡本身 不管是反对家头的还是反对老胡的 哪一个不觉得自己是很侥幸 包括我现在 这个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实话实说而已吗 我们大家都很侥幸 当我不侥幸的时候 你已经看不到我了 朋友们